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今天是我们的国际妇女节 3月8号 我们的妇女节 所以要祝大家先爱自己 我觉得我们妇女要先爱自己 先爱自己 让自己博得更好 然后更快乐 更幸福 我们才有这个力量去爱别人 我们去看的吴世生就是越南的姐妹 她从八年多以前来到我们云林 然后嫁给她的先生 她生了两个小孩 第一个小孩是女孩 可是她的一岁半以后都很正常 一岁半以后就开始她的行动开始退化 然后呢 她要生第二位 她想说第一个生个男孩很开心 想说已经有一个不幸的孩子 痕迹疾病 那第二个孩子应该正常 没想到第二个孩子也是一样 一岁半以后又发生一样的问题 实在令人家非常的觉得 蛮同情就是 一对儿女应该是幸福美满 你没想到这两个小孩都是痕迹疾病 亚洲三例 那么她们家就占了两例 她们家全部占了两例 是非常的非常的令人觉得很不舍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吴世生这位姐妹 她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勇气 勇气是让我非常的佩服 我们那一首讲是为母则强 育母则强 一个女性当了妈妈之后 所展现出来的 她的毅力 她的勇气 是一般人没办法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事非常非常不容易 但是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大家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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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